江苏一名大二的男学生 二月起出现了情绪不稳定的情况 他幻想全校女生 只要看了他一眼就是喜欢他 没跟他接触的也都在暗恋他 该同学呢 当时觉得他自己在学校是最帅的 觉得就是有很多很多女同学呀 就是都喜欢他 于是乎就跟那个全校的女同学呀 就分别告白 然后就是女同学呢 即使明确的拒绝他 他还是觉得人家是碍于面子 然后只是不好意思答应他 而这样的态度 对周围的女同学造成了不小困扰 不仅如此 由于精神太亢奋 这位男同学会整晚睡不着觉 甚至隔天上课注意力差 还会花钱不手软 伤身伤财不打紧 还让全校的女生困扰 送医后发现他得了大陆称 钟情妄想的精神疾病 当地又称桃花癫 桃花癫主要多发在春季 通常起病在那个三四月份 桃花盛开的时候 主要表现呢 就是兴奋 话多 然后觉得自己能力很强 有些严重的话呢 可能会出现那种 一击惹 攻击周围人 最终在心理和药物的治疗下 这位男大生的病情 才得到好转 大陆医师表示 这种钟情妄想的精神疾病 耗发在春季 因为气温变化较大 患者内分泌改变大 容易出现精神亢奋 严重者必须就医才能缓解症状 TVBS新闻 张家宝 陈向如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